所以董哥你来做个总结 好 我们的焦点还是在赖清德身上 当然这一群都小咖 陈楼破赖会员都小咖 好 黑金的问题爆了 而且爆到这么大 而且我相信我们来读一下 未来还会有一张一张的照片 一张一张的参讯名单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对价的一些 这个金流的一些这个流向出来 我觉得应该会 因为时间太长了 反正走过必留下证据 然后赖会员的呢 接到检举之后 中任大学马上就要动起来 所以你怎么看这出戏 接下来会怎么演下去 现在就是都针对的是赖清德 你讲邪伦 你的子弟兵就有邪伦问题 你讲黑金 黑金就有问题 你可以看这几天的发展 光昨天跟今天好了 对不对 昨天台湾民众的陈婉会 开记者会 结束就是你们 在高雄你们盖农舍 然后占用国有地 是你们过去打杨宽人的目标 对不对 这个是台湾民众党 那黄国昌是时代力量 他说IMB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一直烧 那习晓星是国民党 国民党说你们这邪伦烂 这个一翻两瞪眼 我们现在立法院只有四个党 有三个党都在讲民进党的党主席 对不对 你的赖清德 那这些事情讲了 他几乎都已经是铁证如山了 今天不是说用影射或什么 不是 因为这些东西 你如果是违建的 马上拍出来 这里就是占用 对不对 地局图在这里 那你陈洛夫这个照片 图片 影片 什么都有 但董哥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为什么 几个在野党一起来打 因为真的一看就知道 哇里面太暗游戏 绝对是大案 但是对不起 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侯友一下身上 侯友一下这个昨天讲完话 大家就哇讲得好啊 难得硬起来 今天今天今天又又没了 你觉得侯友宜是不是也应该 在这个事情上 这个试点力道 是啊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大家很关注 侯友宜在联合报民调掉了百分之五 对 那大家讲说你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你应该表态 你这表态就是说 我跟社会的人站在一起 侯友宜过去给大家是 台湾第一号英雄 对 你要打黑没有问题 他这个讲得很好啊 第一时间讲很好啊 然后怎么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你侯友宜现在 你对蕾的对象就是赖清德 你不必对他科技嘛 那赖清德比你多一个身份 他是民进党主席 对 他所有这些 我们指出他们有不法 非法或怎么样的事情 这些人通通通是现任的立委 都是赖清德 还提名他们 对啊 譬如说陈洛珀 五月十号你就提名他 是啊 是 你提名就有责任 提名的就要负责啊 是 那今天赖清德跑去躲起来 你要不要教一教侯友宜 该怎么说该怎么做 你就每天去挑他 对不对 对啊 你不要躲起来啊 清德兄你在哪里 你不要躲起来啊 为什么摇头 是啊 我要是侯友宜讲 我支持你啊 我打黑军啊 你打得过我吗 大家今天 大家听得意象 碰到跟自己不利了 就躲开了 要懂他的意思 大家要看懂帅将军 很重要 不要怕 你不要替我解释 不要怕 懂那人就懂 好来 后悔 当初不应该讲那么多 对不对 他说没讲那么多 现在就解套了 你看 当初还说不认识郭再青 许晓星也是 所以我说同桌吃饭 同桌吃饭 你不认识 赖的子弟兵临一锦 只是坐了一下下就离开 但是你看到 坐得也是很近 赖清德右手边的 一二第三位 第三位 我相信可能不止这张照片 未来我们等着看 继续报 然后学伦的问题很重要 因为赖清德 说实话 他跟蔡英文不同步 蔡英文一直力挺 最心爱的小英男孩 这个林志坚 对不对 但是赖清德上来之后 怎样 千切结束 当时大家就闻到了 血腥味 你赖清德真的是个性 非常的激烈 没问题 支持赖清德 这个点子很好 虽然当初大家都在骂他 民进党党内也有很多意见 你这样是害死我们民进党 这样到时候不知道 比较康在哪里 结果真的就报在这里 而且报在台南 台南 赖清德的本命区 所以董哥你怎么看待 赖会员 我也在讲 他的个人前途 我们一点都不关注 但赖清德 你今天的脸书 只字未提 你是不是应该 至少讲句话 当初我要求签 切结书 然后请你把 赖会员的切结书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表态 假设中正大学 做出了结论 确实有抄袭的话 开除 但他一句话都不敢讲 因为赖清德认为 去年会大叔 就是因为很多人 论文抄袭 然后我们党里面 又有很多人 跟黑道有关 所以他很看重这两点 所以他要求说 你们要参选的人 必须要签切结 那显然 这些签切结是没有效 要切副书才有效 对不对 我如果是假 我就缺误 切结没用 那其实像我们一般 像我们当记者这么久 你一个人大概 你能够去读 怎么样的研究所 那个我们只要看你 高中是练哪里就知道 高中练哪里 有没有考上哪一所大学 你怎么可能是这里 的研究所你练得起 练得上 考得上 绝对马上就出来 那像他们里面 有很多关联 真的是这样 前阵子那个贪污的陈凯玲 他是哪里毕业 他是东南工专 然后现在是师大的 政治协博士 这个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有人在照顾 因为我们不是瞧不起 东南工专 我知道你知道他的 在整个我们大学 或专科里面的排名 对 也是有很多 力争上游的 但是很抱歉 比对很清楚 这是有证据的 因为现在是科学的东西 他电脑有一套系统 那赖慧元过去是 当过陈塘山秘书 他是嘉义荣专的 那个受医科 现在当然是寿氏 中正大学的寿氏 政治学寿氏 政治学寿氏 寿氏 政治学寿氏 那当然我有时候看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他要去镀金 他去镀金 可是你现在签了 那赖慧元过去 为什么现在不敢 去替这些人背诅 因为你们告诉我的 我不相信 我到时候出来替你讲 那怎么办 但你赖慧元过来给句话 你要表态一下 你当初讲到这么死 讲到这个民进党内部都在 真的对他朋友为辞 那你现在其实说实话 你可以讲一些漂亮话 对不对 当初就是我说的 我很坚持 我会做到 所以我们鼓励 我们积极希望 这个中正大学去调查 如果调查确实有结果的话 那我本党会做必要的处理 你可以讲一些 这种宣誓心的谈话 可以啊 帮你自己的声望一些解套 但到此刻为止 他的沉默代表什么 他有把握 他有把握 因为一些这些书里面写 既往不咎 我上海以后 不能有学论问题 就破解了 所以你们不要羞辱赖心得 报告帅将军 既往不就是说 他拿到假学位的时间点 还是先爆出来的时间点 对嘛 你以前写的假论文的时间点 不在我认为 而且你答应既往不久以后 绝不再犯 可是我们 赖清德的想法跟我一样 他就 因为赖清德自己是建国中学 那他考上台大医学院 他这个 他联系也跟我们差不多 他不是台大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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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后来学习后 台大医学院的附建科 附建科 对对对 然后他受制才到附建科 因为他很有自卑感 对 他的同学都上医科 只有他上附建科 附建科读四年 医科读七年 对 所以赖清德对于这些构成 是非常清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